而报道中这名持原子笔的男子警方已经追捕到案了 警方也对此做出了说明 经初步调查 当晚其所持物品为原子笔 并非民众所谣传之道谢 而由于活动现场涌入了34万人次 人潮众多有人因此受伤 高雄市刑大跟前证分局为了追查 持原子笔男子的身份 调阅了沿路跟高杰 这数百只的监视器终于找到人 而男子在训后依照刑法的恐吓为安罪协 以请高雄地检署来征办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